在王者荣耀,法师位不仅要有伤害,还要有控制,不然玩法师意义不大。 在此基础上,如果有位移更好,能更好地保住性命来配合队友进行控制输出。 而王者荣耀的法师英雄有很多,谁才是最完美的法师呢?一起来看看。 先说说法师英雄中比较热门的诸葛亮。 诸葛亮优点就是有三段位移,击杀敌方大招能刷新,缺点就是控制不足。 而诸葛亮时,队伍最好有个肉或者控制,不然很难打。 综合上述来看,诸葛亮并不算最完美的。 再来说说有位移有控制的女娲。 女娲的优点是,三技能可以超远距离位移,二技能方号控制。 一技能向前推人也算是控制,大招超远距离输出。 再来说一下缺点,大招前期伤害太低,诗法需要很高的预判。 一二技能的控制很容易被躲掉,三技能位移时还会被打断,综合起来也不算是最完美的。 而法师中最完美的当属莫子了。 大招强力控制,二技能超远炫淤,高伤害。 一技能位移还能击退。 三个技能都带控制,而且没使用一个技能时都能增加护盾,而且是叠加。 一个冷却鞋,圣杯,试神书就能横行整个王者峡谷。 所以阿丽认为最完美的法师应该是莫子。 大家对最完美法师有其他不同的人选吗? 原因又是什么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